請問一下你怎麼看國會聽證調查全部分柯建民總召昨天坦承他們 當年底的銳銀版本的確是擴權 你不覺得這就是最典型的雙重標準嗎 請問一下台北市警局長現在還選市民不同意警政署題的人選嗎 我們都持續在跟內人部溝通 所以我相信很快就會有確定的人選 市長跟您說這個大局在非作威區 努力武器的潮汐項相處不夠 我們來的記者歡迎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民進黨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在過去82年民進黨全力的推動憲改的過程當中 對於國會的國會的改革聽證調查權 包括當時的沈富雄 陳水扁 呂秀蓮 謝長廷 蘇嘉全 以及柯建民總召所提出來的法案 各位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如果證人違反規定拒絕出庭或拒絕政言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有虛偽陳述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們再次喚醒 三十年前民進黨憲改以及推動民主浪潮的精神 在哪裡 民進黨得到權力以後 不斷的腐化 腐化到今天腐敗不堪 富可敵國 貪張枉法 所有的弊案連連動輒封城三十年 人民難道沒有知的權利嗎 我們再次表達 請民進黨政府還權於民 讓國會有能 人民有權 我們再次的呼籲賴總統 以國家元首的高度 切不可再鼓動人民上街頭 我們的執政黨用暴力 以及鼓動人民上街頭 已經成為全世界民主國家支持 而且完全違反這個民主世界的浪潮 我要再一次的請教 柯建民柯總召 您當時的初心在哪裡 你的初衷在哪裡 你為民主奋鬥三十年前的精神在哪裡 你今天已經成為真正反民主 反鬧場的罪人 而在您後面賴總統 您到底是不是反手為攻 是不是你當柯建民最大的後盾 他才可以踐踏全國國人的民意 請賴總統 你務必講清楚說明牌 也希望您懸崖勒馬回頭施案 完全移民 讓台灣的政治更加的陽光透明 讓台灣趕快迎接趕上世界民主的浪潮 不能自決於民主社會國際當中 那現在就是因為要拚國會改的法案通過關 但是呢 網路現在有很多民眾要發起罷免欄尾 甚至把就是肯被罷免的名單把它列出來 那想問一下說 國民黨團這邊會不會有什麼相關的作用 對於民進黨發起的所謂啊 對於民進黨發起的所謂啊 將近30名啊 所謂啊 30個要罷免啊 這個國民黨立委的行動 我想啊 這個都是對我們 無限大的一個巨大的肯定 好 因為我們就是反威權 反暴力 反封建 反腐敗的民進黨 被最後的反撲 這都是我們身上光榮的印記 我們會非常的非常的榮耀 來接受這樣的一個民進黨的攻擊 我想啊 國民黨立委 肩膀都扛得住 不會受到任何的威脅 我們一定會奮戰到底 我們堅持 以民意為歸 你持續來審問 來賣國會改動法案 你現在讓我想有些聲音 就是傳出說 瞄準特選區的委員 接下來後面 你到法輪這樣的情況 你怎麼看這樣的情形 我想啊 各種民眾有各種意見表達 都是表示尊重啦 但是我覺得 民進黨謊言正在被拆穿當中 你去看各大學社團的一些投票板 基本上並不如民進黨所想像的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非常清楚 我也希望國人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 國會改革本質就是反黑箱 那就是要讓很多的政府 見不得光的事情 攤在陽光之下 這是過去民進黨幾十年來 主張的政府公開透明 所以他們才會在非常多的前輩的努力之下 曾經提出各種版本的國會改革法案 這是國民黨民眾黨的國會改革法案 基本上並不是創舉 裡面大概至少我猜有八九成以上 都是以前民進黨曾經提出過的主張 甚至這次國中兩黨的版本 裡面講相關的規範包括法則 包括一些相關的程序 程序比民進黨的更嚴謹 那規範上的法則 比民進黨過去的版本更輕微 結果今天的民進黨 竟開始著視驚飛 那剛開始也許國家機器力量很龐大 那到處來去用謊言來煽動 但是我想這個答案是越來越清楚 其實我看到網路上各個社群上 我看到的狀況恐怕跟民進黨理解的狀況 是非常不相同的 所以民進黨基本上不管再怎麼帶風向 基本上他帶不過一個客觀的事實 就是國會改革就是反黑箱 就是要讓陽光進到國會裡面 而且重點是比方說以前柯建民的版本 甚至是對於民眾喔 要罰一年以下 甚至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重刑 但是國眾兩黨的版本 只有對說謊官員有刑事處罰 民眾的部分 在非常多嚴格條件跟程序的狀況之下 如果有說謊的狀況 好會無正當理由拒絕這個提供資料的狀況 才會有所謂的行政法 而且還得要經過 113位立法委員的院會同意 所以換言之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不管民進黨怎麼樣去帶風向 但是我想事實鐵真真 招招攔 那不然請柯建民出來解釋一下 就是當初為什麼要提出 把人民關七年的這樣的版本 那你當時的版本又是什麼意思 那不只是那個柯建民提關七年的版本 林佳龍也有提要關起來的版本 那很多民進黨過去對於國會改革的主張 那今天又如何面對呢 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 是許許多多人犧牲奉獻的結果 代表民主象徵的國會 更應該站在第一線守護民主 在意識上應該要尊重程序正義 不可違法表決 更要守護民眾的權益 另外呢在這個整個修法的過程中 來自全國各地 自動自發公民團體理性發聲 清廉展現力量 這個也是台灣民主的價值 身為總統有責任 肯定在立法院每一個遵守議事程序的委員 也有責任 感謝每一個國人 勇敢的站出來守護民主的每一個人 我非常希望國內能夠團結 特別是面對局勢區域局勢的變化 也面對國際社會對台灣支持的時候 國人更應該要團結 也只有團結我們才能夠克服總統的困難 一直挺進 謝謝大家